刘善是大户人家的孩子,因天生缺带,成了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。 为此他的父母很是困扰,为了方便走路,刘被花重金帮他打造了一个机器人代步。 5岁的刘善,让着自己的机器人力大无穷,到处欺负村里的小朋友,成为村里的小霸王。 8岁的刘善,用从父亲那里偷来的金子,去找鲁班大师,帮他改成智能机器人,还是能语音操控的那种。 10岁的刘善,带着机器人,参加了足球比赛,并一举夺冠,获得了最佳守门员的荣誉称号,成为了整个峡谷最出名的足球明星。